填月明 那就是兩個日字型 兩個日字型 把他全部都關滿的時候 就是填字型 不是嗎 就證明說 填字型的窗戶肯定是有的 所以他就會變成這樣 就是填字型 那我填字型都不講 我現在只是專心的講 日月明、木月明、九月明 這個因為沒聽過的話 或不熟悉的話 我要再仔細聽一遍 所以日月明 日光是照射光 月光 是折射太陽的光 成為折射光 一個是照射、一個是折射 他們都很明亮 所以 甲虎有這個 從日月明的 好多喔 那再呢 老師有查到木月明 是眼睛 確定是個眼睛 在這 眼睛為什麼跟明亮有關呢 喔 因為 滿月 萬里烏雲 天空亮的不得了 然後那個月亮 照射地面所有的東西 遠一點都還可以 用木、用眼睛 就可以看見 眼睛可以看見 那當然是代表晚上這個感覺 還滿明亮的 所以叫做明 所以叫做木月明 可以齁 然後接著呢 是蒟月明 蒟 你們都知道是窗戶 那也就是說 月光照到了窗戶 這樣 然後窗戶的光引到室內 所以室內覺得很明亮 這樣 意思是這樣 意思是這樣 就是類似於 以前不是有什麼 什麼什麼 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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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類似這個感覺 所以它是可以明亮的意思 所以 所以蒟月明大概沒有什麼疑問 就是月照窗戶 窗戶引光盡到屋內 所以很明亮 可以吧 OK 那形狀超多的 你們看高新聞哪一個都可以用 我這次月超越清楚 因為雖然我教過了那麼多次 我還是覺得它的造型超多 超多的 我很喜歡 然後 然後 小傳就寫成這樣 小傳 而且這個日月的焦疊的方式 它有的 囧在左邊 有人囧在右邊 對不對 然後 有的那被包在這個月的夏邊 有這樣子 很酷 很酷 我很喜歡 然後這個就是 特別特別 跟各位推薦的 這個名 然後它那個囧 那種就是 中間的窗戶的 那個 有四根 有三根 它是懸繞的 懸繞的 這樣 這個我也很喜歡 懸繞的 好 然後 呃 電影 我們掃描那個 可以給大家再看一遍 我記得裡面有一個名字 我記得裡面有一個名字 老師是用 九 就是懸繞的 日月明 我記得有日月明 給大家看一下 草樹的話 就是 一個 樹 一個 橫樹 然後 勾過去 再寫一個 三 末端加一點 或者是把那一點 留在裡面 都可以 這是 明 可以嗎 那 它的反義詞 是暗 這應該沒問題 這應該把它隔一下 不然我看不懂 反義 是暗 好 然後 月就不用講 還是一樣 它的造型超多 而且呢 甲古文跟經文的月跟夕陽的夕 外面的外的左邊 夕陽的夕 通用 意思是說 你誤會以為說 那個是夕陽的夕 夕其實是月 你看起來是中間有個點 你說那是月的夕陽的夕陽 其實它是細 在甲古文跟經文 它是通用的 很酷喔 這是老師知道的 引用 徐進雄老師 他研究甲古文的經驗 對這個認定 加以更多的點評 因為多數的甲古文學者都這麼說 那徐進雄老師 就是加重這個說法 這兩個的確是通用的 然後 致意就代表了月亮本身 或者是月亮折射的那個光 講月光 後來呢 代指二三十天 為一個單位 注意喔 剛開始 商代的一個月 不是二十九或三十天 它可能是二十四天或二十天 不足再加一個月 或加兩個月 據 徐進雄老師說 有時候一個月會到 不是 一年會到十四個月 或十五個月都有 那有很多亂 所以後來才又調整 這樣 商代是這樣子 這是我聽徐進雄老師說的 我的記憶是這樣 對不對 不大感 好不好看 那這次老師去 這個 托 2003 措措 措ス 措描 好 平不大 好 讓大家 幸福 今晚